命理师林真义被前男友徐贵峰给踢爆 她的假造香港广大学院的硕士博士的学历 昨天台北地检署贞杰认定了林真义 她的确是造假了学历证明 把她以未造文书罪给起诉 但是呢林真义她对媒体喊冤 说呢她自己呢是因为勤念书才能拿到学历的 但是呢将她拿出来博士证明 她又拿不出来 是不是踩着我的鞋血上来的 知名命理师林真义疑似假造学历 被检方依未造文书罪起诉 她高分被喊冤 还强调自己很勤快读书才拿到博士学位 每个学校要求不一样 当然两年不太可能拿到 但是呢要拿学位还是有方法的 要勤念书嘛 去年林真义拿毕业证书要证明靠能力才有学历 而未造文书罪追溯期有五年 自称林真义前男友的徐贵峰去年提告 同年九月林真义公开证书 因此也间接让检方认定 不识毕业证书追溯期 仍然未消灭 以未造文书罪起诉 我觉得我们的法院是有点病了 检察官呢 可能每天省的案子太多 他没有办法了解民情 那我当然会上诉到底 口口声声说要上诉到底 但疑似替林真义用毛笔 在空白毕业证书上写字的书法师傅张炳黄说 这件事情他不记得了 任何的证书也都是经过改 就很像打字机一样 你打了以后 打了以后就算数吗 那也不算数啊 所以我根本不记得 不断坚称自己学历绝无造假 但是却只拿得出护照和出入境记录 以及香港游玩照片 其他有关学校部分 都说资料早就不见了 林正义想为自己消毒 但却让学历疑团越来越多 新闻李文斌 陈漫威台北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